话说艾威尔大家肯定都不陌生,但凡接触过欧美歌曲的人,都一定对艾威尔有所耳闻。 他毫不夸张的可是趁之为欧美版周杰伦在2012年8月份,艾威尔经历了Niko Beck主唱查德克罗格的正式求婚并接受查德的钻记后,十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订婚并卖掉房子移居法国。 但好景不长,在2013年12月,艾威尔承认自己患上莱姆病,9月欢度30岁生日之后,艾威尔拉维尼淡出了公众视线,而在2015年4月接受People的采访时,他透露自己在这段时间内身患传染病莱姆症,卧床超过5个月,之后渐渐恢复健康。 2015年7月初,艾威尔在接受早安美国采访时,首次在镜头前谈吉他的病,与ABC电视台主持人杰西塔尔默谈了自己患病之后积极治疗的过程。 而在2016年12月25日,艾威尔社交网站上贴出大篇成文,宣布要回归歌坛。 但是当时尽管宣布了回归,但他的消息仍是时有时无。 直到今天凌晨,时隔4年,艾威尔终于要回归了。 多少人的欧美初心,有多少人是因为听艾威尔的歌而骂骂了解并喜欢上欧美音乐圈的。 那个喜欢穿帆布鞋,化夸张烟薰装,叛逆的朋克少女艾威尔回来了翻译。 我的粉丝们,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耐心,我正在整理新专辑,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我想确保它对你们来说是完美的。 我尽最大努力,我已经等不及要和你们分享新音域了。 威尔释出新的单曲宣传图,确定首单名叫Head Above Water将于9月19号释出,并把自己头像和背景都换成了新的图。 看来强势回归的风暴已经出现,提起艾威尔大家都会想起他标志性的烟薰装,一把电吉他唱着摇滚的少女。 16岁就出道,2002年17岁的他,以歌曲《Fegate Above》成名,不久后便火爆全球,成为炙手可热的摇滚小天后,起码在十多年前可以这样说,艾威尔可是真的很火。 可后来艾威尔得了莱姆病,是一种皮虫叮咬而引起的疾病,因为太罕见,光确诊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,一直拖着没有确诊,让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。 他曾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,在后来的采访中还曾伤心大哭,可最终我们的艾威尔还是战胜了病魔,不仅恭喜他身体逐渐恢复,我们也很期待这时隔四年的沉淀,新专辑是否会给我们再一次的震撼。 据说新丹Head Above Water代表火与高贵的凤凰跌落深渊,与相克的深渊之水奋力搏斗,终于得以涅盘,吟出牺牲的鸣叫,宣告世界我回来了。 那么大家对艾威尔和他新丹的突然到来有什么看法呢?送出你们的祝福吧!看完不要忘记点赞和评论哦!关注我获得更多娱乐资讯!